谁家在抽烟啊 我的衣服全白洗了 家庭主妇爆气 就是因为才刚洗好的衣服 要晾干 却先吸满了楼上楼下阳台 飘来的满满烟味 不过在私宅抽烟 恐怕未来也得开阀 无论是在阳台吞云土雾 还是躲在厕所内来一根 味道都会直接或间接飘向左右邻居 现在根据公寓大厦管理条例 只要经过所有权人 开会决议大楼禁烟 未来只要住户闻到二手烟 经过举报成功 隐君子最高可数一万五千元 自己家里是我自己的私人空间 我为什么不可以手烟 管理官员会反应 那通常官员会他也会去查证说 到底是哪一户的人家在 洗烟的是旅券不听 那他们就可以通知地方政府的人 来做稽查 对比过去只能张贴告示提醒 没有实质作用 条例一出几乎等同于 自家也进入全面禁烟 只是烟只有细味没有颜色 真要举报也没办法靠拍摄 加上大楼浴室管路相通 烟尾一来究竟是哪一户也无从确认 如果单靠民众自行判断 向管委会举报恐怕有失公平 不知道哪一户的话 只能用鼻子吻 鼻子吻也不能当证据 所以我觉得取地上是要好好思考一下 我觉得很困难 全球近二手烟意识抬头 连自宅也加入考量范围 只是游戏规则没定清楚 恐怕执行起来还有漫漫长路 接着陈子芬李佩萱台北报道